5月,是开始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,更是一个吃瓜的季节。 想想炎炎夏日,在家里一边吃着冰冰凉凉的西瓜,一边着刺激的游戏,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呀。 现在有一波5月,即将开测的游戏来陪伴玩家了,武侠吃鸡,二次元射击等大作统统都有。 话不多说,赶紧来看。 1.江湖求生 开测时间,5月1日限量煽荡测试。江湖求生,是市面上少有的武侠吃鸡游戏。 荒岛变成古代武侠世界,襄阳、武当、蝴蝶谷等熟悉的小说场景悉数登场。 现代枪械变成刀剑神功、屠龙刀、杨家香法,就因真经接踵而至。 构建出了一个真实而又充满魄力的武侠世界。 江湖求生的战斗系统,更是一朝一世,一板一眼贴近现实,不像一些特效满天飞的维武侠,虚假还毫无打击感。 游戏有着高度自由的玩法,各种武器、武学、近战、远攻、轻攻自由使用。 但想要击败对手,必须近战,能有效减少伏地魔的出现,提升整体游戏体验,对小A这样的铁头玩非常友好。 而在这次的测试版本中,还将加入载具马,侠客侧马江湖,岂不消散。 关键时刻还能救玩家一名比如,不小心跌落悬崖,就可踏马而行,施展轻功。 为了感受大侠探马轻功的风采,怎么说也得玩一玩。 2. 明日方舟 开测时间,5月1日正式上线。 明日方舟是一款以现代末世背景为题材的美少女海房游戏。 不管是谁,在进入游戏的初期,都会感到一种名为美的震撼,游戏的每个界面,每张原画都好看爆了。 虽然美,但是不像那些低质量手游一样卖肉,明日方舟处处透露着美术大佬的冷艳与高贵。 如果不是篇幅有限,小A必定会多献出几张B纸集截图。 而游戏中的每一个角色,不只有精美的原画,还有详细的设定,可以看出制作商,确实想把游戏构建出一个完整世界的野心。 另外,游戏虽然是战装塔防,却比一般的战装塔防游戏更为灵活。 在游戏中,玩家可以自由调整攻击方向,这意味着战术与策略呈现几何级数的增加。 经过测试,有时候同样的站位,不同的方向,胜负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哦。 不仅如此,在游戏当中,如果你的角色阵亡或者撤回,经过一分钟的冷却,它可以重新上场,自由度再高。 可以说明日方舟绝对是目前讨访手游中,细节与原画做得最好的游戏,必须一试。 3. 模拟地铁 开测时间,5月9日,安卓正式上线。 模拟地铁是一款休闲意志的模拟地铁运营游戏,曾在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,BAFTA获得提名,独立游戏节IGF获奖,PC版销售近30万套。 玩法是,为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设计适用的地铁管网,在两个站点之间划线连接管路,上车厢穿梭期间。 游戏中处处透露着极简风格,背景音乐和游戏过程舒缓闲适,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难度会有所降低,当城市越来越大,在有限的资源中,设计让整个城市能够顺利发展的地铁线路, 加上游戏包含了全球11座真实城市模型,这个挑战实在不小。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,有没有信心规划好这些城市呢? 4、蔚来风暴 测试时间,5月23日删荡测试。 蔚来风暴是一款真正的RTS手游,它不是赤潮部落冲突的派兵自动战斗,更不是王国保卫战的自动塔防。 它拥有多单位指挥系统,可以自由在地图上行走探索,这就意味着它将像星际争霸,红色警戒一样,可以开展真正的RTS你真战争,而不是简单的自动消消乐。 虽然操作空间极大,但是也有对手游做出专门的优化,例如当场制作战斗单位,不需要兵营工厂。 资源获取十分简单,且地图适中。 当前版本提供了据点争夺战,基地攻防战二大模式,玩家可进行3V30时匹配对战,也可在自定义房间进行比赛,每场比赛大约20分钟左右,十分适合移动平台。 另外,未来风暴虽然是款手游RTS,但目前一线水准的画面细节与特效,它绝不含糊,比如水面波纹,装甲车轮胎爆炸,加上数十上百的战斗单位,在进行作战的震撼,仿佛就是真的战争,仿佛真的回到了红色警戒的时代。 总之,这部作品代表了目前国产RTS手游的最高水准,必须吹爆。 5,样化装甲 测试时间,5月31日删当测试。 样化装甲是一款日系枪械共斗类游戏,结合了TPS和ACT的元素,以操作自由使用各种枪械的少女为核心,搭配分支选项引导不同的剧情路线, 再加入令人心动的少女情感养成,让玩家在一个全新的世界,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。 这不就是射击加恋爱养成游戏吗? 射击动作类游戏,是目前手游少有的细分种类,样装甲这次出现确实令小A眼前一亮,颇有射击版崩坏3的感觉, 但是上个测试版中战斗手感还是有较大差距。 这一次的测试版本相信会有更完善的装备机制,和良好的游戏手感。 玩腻了普通的射击手游,完全可以试试这款新时代射击手游。